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该不会是穿越了吧 齐若瑛 这小哥哥还挺嫩的嘛 这就开始了 齐若瑛 你们齐家费尽心机让你嫁入我东宫 从今日起 你就是太子妃 你满意了吧 你们齐家满意了吧 你让开 满嘴的酒味 齐若瑛 我告诉你 就算你嫁入东宫 我也不会让你们齐家的奸绩得逞 下次宝宝了 什么奸绩啊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们齐家不是费尽心思 想让你做太子妃的位置吗 事到如今还装起真洁令呢 你别乱来啊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 你以前的人 玩得都这么严了吗 我这心里啊 有些小鸡都要是 这小哥哥的身材可以啊 很坚实吗 没想到太子妃这一句欢迎的手段 还颇具青楼习气啊 你敢调戏姑奶奶 信不信我让你太子变太监 混账 来人 把太子妃拉出去杖打三十 是 混账 来人 把太子妃拉出去杖打三十 是 你们听我说 等一等 我还是太子妃吧 是 我是太子妃你们都敢拿我 你就不怀我伤好了会给你小鞋穿 属下 来人 大家都是抽来混的 都不容易 给 收下不敢 拿着拿着 拿着拿着 我让你拿着就拿着 大不了我明天假装被你们打伤了 你们回去吧 多谢太子妃 你 走吧走吧 赶紧走 我的妈呀 我还是赶紧溜吧 我去 这鬼地方它们在哪儿啊 这衣服也太别扭了吧 小姐 小姐你没事吧 小姐 你这是要去哪儿 去哪儿 我肯定得回家呀 再待两天 我估计得领残疾症了 回去 回去 回哪儿啊 我当时醒来的时候 玉佩炸了 然后我就穿越过来了 按照穿越小说的逻辑 我死了就能回去 对 死 就是这儿 哎呀 小姐 你干嘛呀 不要管我 你放开我 小姐 你先开一点 放开我 这也行 小姐 小姐 来人啊 太子妃自杀了 小姐 小姐 怎么回事 太子殿下 太子妃自杀了 揣了我她想自杀 新婚当日太子妃死 于我东宫不及 去叫太医 小姐 揣太子 还不快去 啊 看你害怕 早晚你都是本宫的 早晚你都是本宫的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如此沉忍之危 何看太子 啊 这寝宫之中也太惹了 太医来了 太医来了 太医 太医 太子殿下 寝宫记得放鸣块 啊 热吗 不热啊 不热啊 大舟小国师 不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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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这样 那个女人啊 大舟 她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还在这里啊 不行 看来还得找玉佩才行 找到玉佩 我一定能回去 你来干嘛 本宫来看你死没死 神经病 小姐 你还没穿衣服呢 小姐你等等我 小姐 小姐 小姐你在哪 小姐你在哪 这傻丫头 真执着 我去 T恤疼 小姐 小姐 我脚扭了 需要太医吗 不用了 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你背我 本宫 背你 对啊 你背我 对啊 你背我 看你很凶啊 不过 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故事 也不过如此了吧 你想真的受伤了吗 好像想好了 突然就好了 好奇怪啊 长狼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洛苏 你可要记着 以后尽量不要找这种小气的男人 这种男人不能嫁 皇兄 李氏 这位是宁王殿下 小姐若不嫁入东宫 阿晨就是宁王妃了 不错不错 想不到我还和这位小帅哥 有个不得不讲的故事 怎么又生气了 我说你这好歹也是太子府 路不平也就算了 哪来这么多土啊 西游营 这里是东宫太子府 不是城皇庙 你看你穿成什么样子 你不要太嚣张了 我嚣张怎么了 你昨天打我 今天摔我 明天你是不是还扛我 你以为本宫不敢吗 别仗着你连事这样后 本宫就怕你 声大无声 来人 来人 声大无声 来人 曾有话好说嘛 对不对 别一上来就蹬鼻子上脸 喝凉茶可拉肚子 当然你是太子 你要怨以后也没关系 拉了裤子也有人洗 齐若瑩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可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为了我好 你们齐家郎子也行鲁人皆知 如今你已有京师至远后 现在还想任指皇室 不就是想等本宫继位了之后 封你为皇后 到时候你们齐家既是外妻 又是朝臣 倘若地令在首 我萧家的天下便是你齐家的天下 就这阴谋论调 你这太子之位 可真是没有半年侥幸 难道本宫说错了吗 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了 本宫就实话告诉你 地令不在这等宫之内 你也不必费心寻找了 地令 什么地令 你爹不惜联合朝臣 在御书坊逼迫父皇 同意将你嫁到东宫为妃 你在这儿给我装什么呢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要为别的事我先走了 东宫之谜 我劝你不要到处来跑 不然被我抓到你图摸破鬼 羞贵我对你无情 有任何复制草笼令和蓝宝 是的 地令 地令是什么 若姨 天祺你还没走 我就想看看你 和你说说话 你来得正好 正有事问你 跟我走 这是你的寝宫 我怎么能进 我跟你说的事是很私密的 不在这儿在哪儿说 私密的事啊 这不太好吧 你先坐你先坐 我跟你说 我要跟你说的事很着急 算合适吗 现在不论是我的黄伞 咱叔嫂之间 我告诉你啊 这事你可千万别让你哥知道 放心 别说我哥 跟谁说是都得打死我 地令是什么 就这事啊 对啊 你哥刚才问我 我哪知道啊 我这不刚出来就看到你了吗 赶紧说说 地令是什么呀 若隐 我虽然不入朝堂 不问正事 但是你们齐家的事 我也有所耳闻 你当真要 你怎么那么啰嗦啊 我只是问你地令是什么 我又没有说我要 我只是问你地令是什么 我又没有说我要 好 玉玺象征皇权 地令象征军权 得地令者 五指亦可调动天下兵马 若隐 你爹现在已经是朕远侯了 倘若再得地令 难道你真的打算助你爹 谋去我大周天下吗 放心吧 我对天下不感兴趣 不会造反的 当真 太好了 若隐 天琪 我想你误会了 没有误会了 再也没有误会了 太好了 我这园主 在古代这么吃香呢 看这傻小子的状态 应该跟我这园主 还有点不得不说的故事呢 如果我和他被发现了 有点什么的话 所以可能可能得进驻 若隐 我现在就去跟父皇说 让父皇解除你太子妃的身份 然后嫁给我 开 等一下 我误错了吗 不对啊 忍着点啊 疼疼疼疼疼疼 疼吗 不对啊 应该很舒服的才对啊 等等啊 你们干嘛呢 天愚 天琪胳膊脱臼了 我给他按回去 不过没事 你管这个就没事了 皇兄 快跑 叫太医 叫太医 女儿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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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要干什么 来让我看看你 央女 我警告你 你不要多生事端 否则师父定不着你 天琪 大晚上的还不回复 拜托 拜托 这是你弟弟 来你家吃饭也就多双筷子的事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娘了八戚 你 好了好了 不开玩笑 问你俩个事 黄嫂请讲 这个 这个 你们谁知道 别不说话呀 问你们呢 他发什么脾气啊 若瑶 这个东西 就是地令 这是地令 小天云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是地令 小天云 你听我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别瞎想 这真是误会 齐肉营 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居然还画影图形 你是不是准备张天在我东宫之内啊 那东宫要是没有 天在东宫之外 真是不行 你这 我跟你说 我真不知道那个是地令 不过我确实是在找地令 说实话了 你还说不是为了地令而来 我怎么说你都不信呢 我是在找地令 但不是你想的那个作用 执地令者 可调动天下兵王 除这个作用 你告诉我还能吃吗 也许还能穿越呢 我跟你说你怎么就不信呢 我跟你说实话 我真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 你企图窃取地令魔法 你确实不是 你们整个齐家都不是 我跟你好说好商量 你怎么能人身攻击呢 倘若你们齐家谋反成功 我大洲皇室 皆为你们齐家羽肉 你告诉我你跟我伤了什么 我怎么说你都不相信 我都说了我找地令不是为了谋反 你不谋反那你爹呢 我连我爹是谁我都不知道 你连你爹是谁这种瞎话都说得出口 看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就是要谋反 说 地令在哪儿 Kok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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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夸 作词 作词 殿下 您喝醉了不能再喝了 作词 殿下 殿下 你为什么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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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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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你为什么找迪令 你相信我了 没有哪个傻子会高喊着谋反满大街找迪令的 更何况你连迪令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看来你还不笨嘛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是穿越过来的 穿越是什么 穿越就是 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反正你只要知道 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 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反正你只要知道 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人 是你傻还是我傻 你怎么又不信我了 你这话我没法信 你还信不信 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明天就要回门了 你爹如果问起你迪令的事 你想好怎么回答了吗 回门 今天一天这才两天 回门不都是三天后的事吗 谁告诉你的 我大周历来都是第三天回门 可我连我爹是谁我都不知道 我回个六的门呀 那就不管我的事了 你干嘛 这话先行啊 这里是东宫寝宫 我是太子 你是太子妃 夜色已深 你说我要干什么 不行 你出去睡 为什么 就是不行 你出去睡 如果本宫说不呢 那我出去 太子妃 何出去 你别忘了昨晚的那一脚 太子驾到 恭迎太子殿下 恭迎太子殿下 免礼 这个死丫头 这就是我原主的家的儿子 小姐 你怎么不去扶夫人啊 娘 小姐 小姐 坐这里 太子殿下 小女初入东宫 还有劳您多多担待 岳父大人说的哪里话 若莹自进东宫引来 温婉贤水 端庄有礼 何来担待之说 若莹 太子监国正务繁忙 你在东宫要照顾好一切 莫要给殿下添乱 父皇虽说春秋鼎盛 但毕竟我大周幅辽阔 周郡众多 难免有顾忌不到的地方 本宫位于太子 执掌坚固 自然要查缺补漏 以免有小人 趁夕生事 哦 是啊 来人 太子殿下难得光降 快去准备午膳 不必了 本宫正务繁忙 就不打扰岳父大人 这 小婿改日再来拜托 帝令找到没有啊 甘送太子殿下 三叶云 你说你今天是不是打着回门的幌子去枪打我爹 你爹 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爹是谁吗 你爹 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爹是谁吗 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爹是谁吗 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爹的 你不是不知道自己爹是谁吗 就是别人 他到处可能 他人是个人 对他 雙三叶云 你根本来到处理 的江湾 起来 王兄 我 天奇 你来干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想 想过来找黄嫂玩 放 黄嫂也是你能玩的 喂 你胡说什么呢 我让她气糊涂了 帮我拿着射死了 小姐 霓王殿下坐在你对面呢 我又不是没穿裤子 那也不行 放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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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听姐你哥会武功 你会不会啊 我也会啊 太好了 那你用你的内力把它变成冰的 就冒冷气的那种 嗯 等 等一下 内力是什么 内功啊 你们练武之人不是都会吗 就是 帅帅 那个有火 有气 就那种 若瑶 你是画本看多了吧 哪有那种东西啊 好吧 那个 瑞瑶 要不我舞剑给你看吧 算了吧 回头你再中暑 算了吧 回头你再中暑了 反正没事 我来教你跳舞 你来试试 你手这样 走着我的腰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你这只手 放直 这样 看着我 我们走 123 4 2 2 3 4 啊 没事 我们再来 小天气这个混账 太子殿下 天语 皇兄 刚才入 啊 黄嫂教我一套 不知什么样的运动 感觉挺有意思的 要不改天 黄嫂教教你 滚 你干嘛 你干什么 追捅我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干什么了 你是太子妃 你和宁王拉拉扯扯 搂搂抱抱 你当我死了吗 像你这样不是男人的样子 还不如死了呢 本宫怎么不是个男人了 天底下哪个丈夫回门的时候 去敲打自己岳父的 你爹难道不该被敲打吗 那你能不能过了今天再说 今天是回门 闺女探亲 你好歹也给我点面子啊 你是太子殿下 你只关心国家大事 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算了 跟你这样的直男也说不清 直男什么意思 我错了 你想要求我 那你不要改变 你还需要败 你还跟买什么 你限得就好 你不想要败 准备我了 好 他拿出来 要做了 我把辰手 还要放在那里 谁啊 肖天愚那个傻子 可别脑子搭错筋 一个激动把我当乱臣贼子给砍了呀 路苏你说 你这人怎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什么时候来的 在你说本宫是个傻子的时候 我问你个问题 说 今天你娘把你留下来 说什么没有 地令找到没有啊 地令呗 还能是什么 意外吗 一点也不意外 不是我说 既然朝廷都知道齐家图谋不归 为什么不找个理由把齐家给灭了呢 你以为我不想吗 到底是你爹太聪明 没留些一点把柄 怎么着 听这话 我的太子妃要大意灭亲了 本宫非常外衣 灭你个头啊灭 灭你个头啊灭 你给我撒开 你干嘛 九颖 你 你 你什么你 我看你是好的双巴忘了疼 有什么话快说 或者我卸了你胳膊 我就是要说 明天早起去温月台 你可别期晚了 好吧 我知道了 走吧 你真不打算留我 走吧你 轻点 你 轻点 轻点 我 你 轻点 你 轻点 你 轻点 你轻点 轻点 我怕你比我熟悉了吧 我怕你比我熟悉了吧 落得这般精品 全因当年我瞎了眼 看错了你 我说 下个月咱俩大婚 我跟我爹说了 我跟我爹说了 虽然是嫁闺女 但一定得在我家办 热闹闹的 这得有劳将军费心了 那 你说你也是你师父唯一的徒弟 为什么对你的终身大事 一点都不操心呢 师父岁数大了 很多东西都看淡了 好吧 我听说 陛下有意将帝令赐予何将军掌管 你这都老黄厉了 上个月就赐下来了 对了 我跟你说啊 就因为帝令的事 我爹现在在朝里可受重视了 那所有的大臣都得特意来巴结 咱们俩结婚的事 都不用给他们送请柬 他们都得上赶着来送贺礼 到时候咱们狠狠大赚一笔 我爹 你 我爹 太固执了 世纪原本不必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只要你把埋藏地令的地点告诉我 我立刻放了你 绝不实验 如果我输了你就会立刻杀了我 对 对对对 你必须得死 谁让你是天下人尽知的妖魔 这都是伴你所赐 这都是伴你所赐 我 你 你让你信心 你人在哪 说呀 陈明志 杀了我 我到死都不会告诉你 真是屁 我 陈明志 我 有开心 咱们来日不得 我警告 明日有贵客光假 你不要乱好乱讲 你拿信念他们拿 他也是你的女儿 你个畜生 畜生 畜生 他也是你的女儿 你个畜生 畜生 畜生 我来了我来了 我刚刚去了一下洗手间 洗手间 就是厕所 算了说了你也不知道 走吧 凝王殿下 天琪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第三天 你们不得去问月台祈福吗 正好我也要去问月台 一起呗 好 你去问月台干什么 黄兄 前天你不是和千鹤道长下棋呢吗 正好我最近也学了两招 想要千鹤道长对弈一下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我凭什么不能去 我们一起去 一起去 乐苏今天你看家 我们走了 小姐 慢点 走 走 你能去 把她选拂 你笑什么 再怎么说也是两个男人 把两个男人放在御花园 陛下就不怕他们淫乱后宫 姑奶奶别胡说八道了 这是皇宫不是东宫 干什么你 就是 在东宫就能胡说八道吗 对 你什么意思啊 若营啊 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的话 我保证你死得比你爹还早 你才死得比你爹早呢 我早晚死在你前头 走 我就说得把他嘴堵上吧 太子殿下请 四年了 四年前千和道长带我来过这里 没想到四年过去了 这儿的景色一点没变 分明是有人在维护 千和道长太小了 居然不带我们过来 太子妃来过这里 没有 大长 刚才听说 卫月台下压了一个妖女 叫何凌云 我知道 这妖女 就你什么都知道 我就是知道啊 千和道长 不带我去走走 走 走走 千和道长 不带我去走走 走 走走 刚才说 此女乃是何贵妃侄女何凌云 此人利用何贵妃的关系出入恭维 意欲决动我大洲深谈地脉 幸好被千和道长及时发现 此女牵刀之后 又将何家满门毒杀灭口 幸喜千和道长率人将其捕获 镇压台下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此女行事怪账 神志昏乱 非常人怎么猜想 凭荡日夜教化 却无尺寸之功 惨鬼啊 道长切勿如此 若非道长宝奏 此女早就千刀万剐了 还能留她至今 千和道长 我可否见一下这个妖女 如营 不要胡闹 此女性格极其凶残暴力 万一伤召你 就是 我听说那妖女可吓人了 万一要是发狂了怎么办 千和道长有道法在身倒是不怕 我们可就惨了 还是不要了吧 可是 太子妃想要看妖女 是烈剑心系 不如 过些时 贫道将妖女力气驱除 再请太子妃前来观看就是了 暗入本宫书房 齐家这是勾起跳墙了吗 殿下 难道不是太子妃的意思 暗入本宫书房 太子妃跟齐家应该不是一条心 可是她的目标也是地灵啊 难道殿下真的相信她的鬼话 穿越了 确实是闻色未闻啊 殿下 天语 越来越没规矩了 竟敢慎闯本宫书房 你书房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吗 恐怕不是本宫见不得人吧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 你有什么事吗 我总觉得那个妖女有问题 我也觉得她有问题 而且有大问题 不止是我这么觉得 满朝文武乃至大周百姓 都觉得这个妖女有问题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是觉得何凌云她没有那么简单 你想说什么 我这两天做梦总是梦到她 你见都没见过她居然能梦见她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总认为她是我穿越回去的关键 再说了 也许她知道地灵的消息啊 你还有什么话吗 没了 既然没有 那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又不信我 来人 不用了 我自己走 来人 不用了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说 力量在哪儿 在哪儿 说出来 只要你说出来 只要你说出来 我放你走 我立刻放你走 陈明驰 你说这句话 你自己信吗 你没有选择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你今天的贵客 是注意到我了吗 一向天开 你害怕了 你放屁 像你这样的妖女谁会注意啊 真想让人看看 你现在的样子 哪儿还像一个出家人 真不知道那些朝臣们看到你这副样子 还会不会称你为小国师 我告诉你 我些年 师父退位我掌御掌公 我就是大舟国师 到那个时候 你更没有出头之日 你真的只是想做国师 不是想做皇帝 你 何苦必问我低龄的下落 天下七世道明知被弱有一大 你臣明知 独产八斗 何令人 打呀 竟是打呀 你打死我 再也别想知道低龄的下落了 小姐 那是不会吗 小姐 那是不会吧 什么 什么 我是不重 岐若言 你到底哪句话才是真的 地令 什么是地令 你只关心国家大事 你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若是说谎话 可他说话做事的样子行身俱备 脸身真诚 毫无隐瞒 而且 这个 你们谁知道 她哪有个太子妃的样子 太子殿下 刚才有人来报 太子妃从后院翻墙二处 翻墙二处 大半夜的 不好 她去温月台了 不好 她去温月台了 我来不去温月台了 她的 不要 我来不去温月台了 不要 不要 我来不去温月台了 她是 在哪儿 我来不去温月台了 她是 啊 救命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再也不出来了 求你不要指我 我再也不出来了 我发生再也不来了 我误会 都是误会 我误会 就你这点胆量 还敢夜闯温月台啊 牛病啊 都吓死我了 你走路没伤的呀 夜闯温月台 私入御花园 这是一个大家闺秀 能干住人的事啊 谁让你不陪我一起来的 你要是跟我一起来 我都找到她了 你真觉得这个妖女有问题 你们都说那是妖女 那也是轻恶的一面之词啊 师父 哪儿捡的 是在给妖女送饭的时候 在小道上捡到的 哦 去休息吧 是师父 慢点 你是去的时候捡到的 还是回来的时候捡到的 回来的时候 你连一面之词都没有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我的第六感很准的 我跟你讲 我的第六感可是很准的 第六感什么意思啊 第六感是超感官 科学家说过 神类是可以通过感应磁场 然后预知马上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直觉 对 直觉 那你的意思是 本宫有一个直觉很准的太子妃 那当然 那你感应一下 本宫怎么样 感应你 是我去哪儿感应啊 如果你是个好人 以后也会是个好皇帝 那本宫以后是个好皇帝 你会是个好皇后吗 那本宫以后是个好皇帝 你会是个好皇后吗 太子殿下与太子妃 真是抗力情深啊 夜半更深不睡觉 跑到我问月台来 闲谈月色 真是让贫道献杀呀 千和道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原本是要睡了 小徒黄玉在园中捡到了这个 那 来得好快啊 这么不希望我看到和陵云 你有鬼 贫道见东宫之物 便即刻赶来送还 那 那 小徒黄玉向来心细 捡道之后立即交予贫道 贫道这才急急忙忙赶来送还 这问月台附近的御花园 植被甚多 偏偏人少来参观 蛇虫属以甚多 白天上课晚上就不行了 二位随频道来吧 老凡道长引路 师父 太子殿下和太子妃 被安排在片房歇息 听见了 不要让他们出来躁动 但凡出来立刻报以我旨 是 这个太子妃 难道知道什么 否则 为什么她会对和陵云这么感兴趣 莫非 大晚上不睡觉 到处乱跑 害得本宫也在这边熬一宿 可是我就是觉得那个妖女有问题 可你加入东宫这么长时间了 都还是完毕之身 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他们都会觉得本宫有问题 可是 可是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好 可是本宫已经等了好久了 我还是觉得有问题 还在想妖女啊 我告诉过你 妖女肯定有问题 不然怎么称之为妖女呢 不然怎么称之为妖女呢 妖女有问题 千鹤道长一定有问题 千鹤道长 她有什么问题 从我掉落出差的位置来看 那个地方离温月台距离颇远 千鹤道长一顿饭的功夫都没到就赶过来了 你告诉我她急什么 可能是怕你误闯关押妖女之所 所以才急急忙忙赶来的嘛 妖女这个说法是谁给的 千鹤道长啊 那可有证据 你不是想说千鹤道长骗人吗 这不可能 玉禅宫乃是我大洲国教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何等的荣耀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我就问你有没有证据 那倒没有 好 那咱们把问题简单化 所有人物的附加值全部去掉 和凌云是妖女的事 是千鹤道长所说 那不让朝廷杀掉 反而自己囚禁起来 更是千鹤道长所为 你告诉我 到底有没有猫腻 你还觉得她没有问题吗 我给你戴上 我给你戴上 你还记得 你却不见你 短短月雨怎么编号死了 但我真的看错了 她真的贪慕了皇后之位 那些山王害事 都是在骗我 天啟 宁王殿下 洛苏 参见宁王殿下 奴婢看殿下出神 竟不易金驾 请殿下恕罪 无妨 有事吗 不用管他 好歹他是你弟弟 前几日殿下酒醉 奴婢手奔 搀扶殿下去客房休息的时候 将香囊移落在专案上 这几事一直不得机会归还 今日特来送还殿下 谢谢了 奴婢见香囊内的香粉失效 便斗胆换了一些 请殿下恕罪 无妨 多谢了 无妨 多谢了 他若心中真有我这个兄长 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 意图勾引皇室 喂 你说的好听点 什么叫勾引啊 我说错了吗 本宫顾全大聚 为了不让朝臣百姓 看到我大洲皇室兄弟不睦 这才一再地忍让 他是你弟弟 是小孩子吗 小孩子对比他们成熟的女性 有点幻想是很正常的 你作为兄长应该大度一点 好好开导开导他 小孩子很好哄他 哈哈哈哈 再说了 退一万步讲 你信不过他 还信不过我吗 想不到唐当太子殿下 竟然也会吃醋啊 想不到唐当太子殿下 你拿着这个东西过来干什么 能了 你听不见我说话吗 你干嘛 你听不见我说话吗 你还想不到唐当太子殿下 你先认识啦 你找不到唐当太子殿下 我来说话 然后你找到唐当太子殿下 你啊 你找不到唐当太子殿下 你找不到唐当太子殿下 你没想到唐当太子殿下 洛苏 太子妃 你原来可都是喊我小姐的 洛苏不敢 怎么 太子吓到你了 你放心 求我在 她不敢把你怎么样 喜欢吗 花环 这是宁王殿下送给您的 你是喜欢花环的 还是喜欢萧天琪 奴婢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呢 就要勇敢去追 忽然错过了 你可别后悔哦 奴婢不敢 我何时把你当过奴婢 目前看来 萧天琪一直往东宫跑 你还是有机会的 等我找个机会 给你撮合一下 一切水到群城 谢谢小姐 放心 放心 一切在掌握之中 走吧 放心 一切在掌握之中 走吧 不知宁王殿下驾到 有事远迎 忘请恕罪 免礼 请 殿下夜入我府 所谓何事啊 地令 找到了吗 殿下 这是何意 朕远侯府上下 脑后皆有繁骨 殿下 如此巫王老臣 老臣明日 定当宁 这就是父皇所言 你宁给谁挺啊 九闻宁王殿下 闲云也鹤 独涉朝政 没想到将朝堂之鬼诀 人心之叵测 看得如此清楚啊 你将其若 引驾给肖天瑜 不就是为了 给找地令 拖延时间吗 如今地令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一定也心急如焚 徐侯燕 本王不跟你兜圈子了 以你现在的实力 若真等到 无路可退之时 拼死一搏 也不过是个兵败 生死的下车 你倒不如 不如怎样 和本王合作 老爷 您怎么想 找不到地令 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您当真要立宁王继位 他的作用 跟地令一样 玉言 你快走 快走啊 何必如此激动呢 你为什么要和玉言一起来 有些话他不该听的 你答应我的 你忘了吗 这儿 这儿哪有语言啊 一排狐烟 你就是个畜生 畜生 黄月 黄月 妖女难训哪 为师今日身体不适 你来 陛下 说 太子妃又跑了 找到地令了吧 地令 你知道地令在哪里 你是谁 我在梦里经 见过你好几回了 我能来这里 多半也是因为你 本宫萧天玉 你是东宫太子萧天玉 你认识他 在何家谋反之前 见过几名 我们何家没有谋反 一切都是陈明芝那个妖道做的好事 你是妖女 陈明芝 千鹤就是陈明芝 不错 陈明芝就是千鹤的俗家名字 千鹤把你囚禁在这里 就是为了得到地令 陈明芝知道地令在我父手中 他为了得到地令 费尽心机将我迎娶为妻 获取了我全家人的信任 但地令早就被我父藏名起来 他找不到 便将我巫为妖女 囚禁于此 就是想知道地令的下落 寻稀谋反 你的意思是 当年取栋神坛 异语断我大洲龙脉的 不是你 是我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纪念前 云娘 嗯 你回来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贵妃娘娘传来密信 说你负谋犯 还未行动就被朝廷查之 朝廷要对何家赶尽杀绝 怎么会这样 我虽然与你为妻 可我爹娘却不能不救啊 说的是 岳父大人中军宝国 如今受打人陷害 那昏君不察不问 就要对何家满门抄茶 与其做一代兵 如用家成真 真要谋反 可 可是 没那么多可视力量 如今那救你何家的 只有这个一条路 明知 那你有什么办法 快说 快说呀 老师头 进宫之内设有设计神坛 只要能将神坛决斗 消架龙脉弊断 只不过 我能带你进去 但是我接近神坛目标太大 你必须亲自把神坛推翻 好 明知 明知 你确定 是这儿吗 就是这儿 守卫进军已经全部掉糟了 顺着这条路走的头一拐 就是神坛所在 剑刀之后直接动手 啊 好 那 嗯 恶 快 爹 娘 我被禁军发现了 你们快跟我走 爹 娘 爹 娘 别喊了 你怎么在这儿 我爹的 我娘的 地令藏哪儿了 原来杨王反的不是我爹 是你 陈玉也 你不会 我当然不会 不过 你得告诉我地令在哪儿 她也是你的女儿 他日未登久 何患不思 我就说那个铅河有鬼吧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会被他骗这么多年 云娘 那地令的消息你告诉他了吗 就在刚才 她以我女儿性命为要先 我逼不得已 只能将地令的下落告诉她 秦赫 秦赫怎么会有这么大胆子把陈玉颜藏在卫月台呢 那时候玉颜还小 根本不及时 她日夜把玉颜带在身边 缝人便说 是她捡来的孩子 败在自己门下 道好黄玉 如今她地令在手 我母女不知还能活到几时 怎么办 廉秦代寿 一国端 殿下 这东宫不着急 大队人马已经埋伏在皇城周围 咱们还是先进皇城 拿下皇帝 逼他退位 东宫岂不唾手可得 皇城内有不少禁卫军 若是此时进入皇城 恐怕免不了一番恶战 不如拿下萧天愚 以他为挡箭牌进入皇城 岂不美在 可是 没那么多可是了 给我把门打开 天琪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久武之位 有德者居之 萧天愚不配 义子 为父让你嫁入东宫是为什么 忘了吗 此时放宫 还算不失妇女情意 独弱不燃 越缺男缘 天琪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束手就负 我给你一个体面 萧天愚 小子这装神弄坏 你若现在跪地求饶 我给你一个体面 我给过他机会了 你敢死掉金卫军 你 萧天琪火同齐盛 一起造反 你怎么知道的 朕远侯府上下 脑后皆有反骨 这话是父皇昔日对我说的 我怎能不对其多加留心呢 可是天琪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啊 不行不行 那咱内赶紧告诉陛下 让他加强皇城守卫 没人比我更加了解 我这个弟弟 好谋无端 而且还意气用事 他既然是为了你 那他造反的第一战 一定是东宫 可是还有齐盛啊 他会听天琪的吗 齐盛狗急跳墙 在造反未成功之前 他一定会听明天琪的 小天愚 原来早就在你的算计之中 不过也无妨 这些士兵 不过是区区响步 大队人马已经埋伏在皇城周围 只要城墙一破 到时 地位 还竖了 凌王殿下 不用等了 凌王殿下 不用等了 凌王殿下 城外十万大军 恐怕你是指挥不动 秦鹤道长是来助本宫评判的吗 对 对对对对 那为何不快请出地令 你更待何时 你是那么知道的 地令在你手里 明天皇赡 众将听令 想不给一干人等全部拿下 他的地令 是假的 真正的地令 早在陛下赐予我父的第二年就碎了 你手里那块 是我父仿造的 何连云 你怪我大事 千贺 一块假地令 枉费我十万大局 你不得好死 朕远侯齐盛 不思黄恩 谋逆犯圣 斩力绝 宜三足 陈明之虽死 失手挂三千六百刀 不失三日 只要城墙一破 到时地位还是 宁王萧天吉 贵为皇子 妇逆乱贼 智术短情 四百灵一条 玉言 这里没有玉言 只有黄玉 玉言 我是娘亲啊 师父说 我是山门前捡来的孩子 哪里有娘 师父说 修道者 早中晚三刻不错 方能体会道之奥妙 既然你一托妖女之声 望你好自为之 按照和灵云的说法 真的地灵草就碎了 那我还怎么回现代呀 真的就那么想回现代 不然呢 不然我费什么劲啊 对了 有没有跟地灵相仿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 就是跟地灵材质什么的都一样的 有啊 玉玺 玉玺 对对对 你干什么去 朝你爹借玉玺啊 来人啊 你干什么去 朝你爹借玉玺啊 来人啊 你干嘛 我要去找玉玺啊 你疯了 你强闯皇宫 我去强闯怎么了 怎么了 你屋召进宫 还没等你跑到一厨房 你就被继尾君 当乱臣贼子给砍了 也对啊 那现在怎么办 这事儿 咱们还得从畅记忆 对对对 还是狗命要紧哦 你知道狗命要紧啊你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啊 我记得当初雕筑地令的时候 还有一些边角料 做成了一枚玉如意 如果按照你的要求的话 那比玉如意更符合你的要求 对啊 偷玉如意比偷玉喜的难度低多了 那玉如意在哪里 玉如意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 我有什么办法啊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当初 我的父皇 把玉如意 赐给了小飞娘娘 但是 去年小飞娘娘轰了 所以我不知道 玉如意在不在哪儿 那只能有机会找找看喽 哪里 还是 以各適合行 人缓 哪里 得获她 充心 本术 好像时间 张 finances 得 Individual 费用 终于找到你了 厂师找到了 可怎么用啊 不会用啊 不会用我教你啊 小天鱼 小天鱼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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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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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鱼